再测试一下第三题 这个拍戏的时候 喜不喜欢正好拍到 跟对方 就是你们两位 喜欢喜不喜欢拍到 这个接吻的戏 或者是再严重点 有床戏 两个答案转过来 你看 巧了一模一样 不喜欢 是不自在还是怎么样 很不自然 很不自然 对啊 因为我觉得有些 因为如果 是不是有些事只能私下做 对啊 有众目鬼鬼之下 然后把自己人 私人的东西拿出来做 就是说我们 有一点爱手爱脚 对对 这个是很奇怪的心态 好 这一题很奇妙了 刘嘉玲身上 你觉得 你的这个全身上下 哪一部位你觉得最迷人 那么你看他呢 写一下 还在观察一下 今天非常高兴 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了 两位来自香港的巨星 这位男的呢 真的成了上风流倜傥 女的呢 成了上是美艳动人 我们欢迎刘嘉玲 梁朝伟先生 好冷啊 小哥你好 大家好 你好小哥 两位好两位好 哎呀 要请到你们两位在节目中亮相 还真的非常难得的机会 跟第二期前的朋友问候一下 好 各位台湾的朋友 你们好 很久没见 刘嘉玲 大家好 你们在节目中啊 我都问问题的语风啊 话风啊 跟别的节目不太一样 而且我也代表很多观众的一些疑问 想请教一下 好 因为请教你们当事人他是最恰当不过的 还可以澄清一些 像有些我们常常看的一些报道啊 有的时候说 梁朝伟刘嘉玲 他们是一对情侣 也有些报道也写 他们其实只是做宣传 也有些报道说他们曾经是情侣 也有的报道说 他们一直到现在都是情侣 对两位来讲 我们知道一人都是相当爱惜羽毛的 对这些风吹草动的新闻啊 有的看他的角度 有的完全不想沾这些 那有的呢 但我的看法我是觉得 大家都未婚未娶嘛 有的时候感情上谈得来 多接触一些 虽然会有一些新闻的干扰 不然两位的意见 看法是怎么样 基本上我不是那么喜欢这种新闻 基本上是 对 有的时候正常的一些发展 正要开始开花结果 或者发芽的时候 就会被这些新闻给打断了 或者稍微相见的场所 也不敢随便到一些地方喝咖啡来一些 大家这个传说越来越多总是不太好 会承受一定的压力 是是 你们两位的戏都在我们大家都不在话下 他出唱片之后 也是马上上了台湾的龙虎榜 这是不得了的 这个戏演得好 歌又唱得好 没有 我不敢 在你面前我不敢 来来来来来 刘嘉丽有没有想尝试一下 也跟他一样 双管齐下 本来有这个打算 但是见到他当了歌星之后 非常非常忙 很多很多应酬 还有我觉得做一个歌星要有很大的勇气 站在观众面前 直接地接触 可能你对这个camera反而习惯了 对 不然唱起歌叫你这样一举手一头主意 融入在歌词曲中 也有人这样说过 当你唱歌的时候 觉得忘记了手摆在哪里 自然可以 想走到哪里 就随着你的脑子走到哪里去 像这样这个时候 这个境界 就表示你可以当职业歌手 不然一般人真的会同手同脚 因为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手摆放哪里才好 一直玩那个麦克风绳子 一直玩 会有这种现象 那么两位对爱情观来讲 对情人的方面 刘嘉玲 你觉得什么样的 在你想法中 是你标准的情人 将来的未来的一般 标准的情人 情人跟丈夫不一样 我觉得 那假如就说丈夫呢 选择对象 丈夫要有安全感了 要疼我 还要疼我家里人 爱无疾无 对 情人嘛就 很帅啊 很浪漫啊 很会逗我开心啊 对你开心 你讲话真的蛮坦白的 很有意思啊 刚才讲的我都好像没有 哈哈哈哈 那那那那你的看法呢 你的情人的看法 或者这个选一个伴侣的时候 他的角度 假如选太太呢 会做菜啊 会打扫啊 打扫啊 会做牛做麻 叫他去 煮菜 烫衣服 洗衣服 假如这个太太 她想在这个家庭里做主导 完全以她的意识来做一切的标准 完全就是要你放弃意见的话 对 都以她为主 你对这种比较强势的女性 觉得能够接受吗 家庭为主啊 家庭为主 那谁来为主呢 谁来当家呢 我啊 因为据我了解 像女艺人来讲 她们都有一片天空啊 能够到达整个东南亚 有华人的市场 都能认识她的话 这个心中啊 自然就像 怎么讲 她有一个这种 也很难驾驭的感觉 所以我们取到这个明星 尤其像刘嘉玲 这么漂亮 我是最怕那种 是女强人的那种 你也怕女强人的那种 因为我是比较有一点点 大男人主 就是很怕那个 我自己的女朋友比我 一切要听她的 那就没办法 不过我想了 这个都是有阶段的了 热恋期间呢 大部分都是有求必应的 到了有时候昏后 自然而然 大家就把这个喜欢的生活 或者个人的立场 就慢慢摆出来了 所以其实前面 就不要掩饰的话 我想以后 相处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这些问题都已经 前面都尝试过了 后面就会风平浪静 对啊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无伤要尊重 互相尊重 个人占50%的立场 一半让给对方 那么至于刚才 跟你两位聊了一下呢 是不是最标准的伴侣 我们来做个小小的测验 好不好 来试试看 不介意吧 好 来来 在前面呢 有两个板子 还有一支笔 我要问你们两位 几个问题 测验一下默契 他有什么样的坏习惯 你自己有什么坏习惯 在拍戏的是工作时候 工作的时候 我要挡到中间才行 不爱讲话 我看看 你的答案是 不跟人讲话 你拍戏的时候 不太跟人家说话 刘嘉宁对他的看法 你觉得他拍戏的时候 喜欢 吸烟 吸烟 这个你没注意到的 你大概常 一根接一根的来是吧 对 吸烟就是 一直想要怎么表达 那么现在倒过来一下 刘嘉宁在拍戏的时候 也有些什么嗜好 或者是有些 自己怎么打发时间 在拍戏的时候 怎么他写的还蛮快的 你自己不太了解 是这样子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 像什么不停的补妆 或是一定要人家陪 或者是什么 刘嘉宁是说 喜欢不停的照镜子 他呢你观察的是什么 吃很多东西 拍一拍戏 就因为我们拍戏常常在等 我们拍电影的人 就是十年时间拍电影 有七年时间在等的 只有三年在拍的 其他时间他都一直在吃 还有什么东西吃 然后叫谁去买 叫哪个去买 吃是很好 万一这个在野外拍戏就糟了 想上个厕所在中国方 再测验一下第三题 这个拍戏的时候 喜不喜欢正好拍到 跟对方 就是你们两位 喜欢喜不喜欢拍到 这个接吻的戏 或者是再严重点 有床戏 两个答案转过来 你看 巧了一模一样 不喜欢 不自在还是什么 很不自然 很不自然 对啊 因为我觉得有些 因为如果 是不是有些事只能私下做 对啊 有众目鬼鬼鬼之下 然后把自言私人的东西拿出来做 然后就是说我们 有点爱手爱脚 对对 这个是很奇怪的心态 好 那这一题很奇妙了 刘嘉玲身上 你觉得 你的这个全身上下 哪一部位 你觉得最迷人 那么你看他呢 写一下 再观察一下 再确定一下 我转过来看看 你是写手 你是腿 我的看法跟他一样 我看过刘嘉玲穿短裙的照片 非常地修长均匀 这双腿 你是觉得手 对 手就是 一般人是不能随便碰的 对啊 我倒是 嘴也是 来来 再问一个问题 这比较残酷一点 你们觉得 你们两个人啊 谁的演艺生涯会比较长 我 答案转过来一下 梁朝伟 我 我 诶 这也是 巧 为什么你会觉得 为什么放弃自己 你会觉得 应该有自信的 为什么你会写的 因为我觉得 女人比较容易 走向家庭 男生就比较注重事业 男人比较注重事业 所以你觉得 男人来讲 这世界发展 一定路途比女孩子长的 对 诶 今天呢 这个给你们两位 做了一下测验啊 有很多地方也相当的吻合 那么至于将来 你们两个人 会不会成为 真正的一对家偶呢 这个我们都是默默的祝福 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热烈掌声 谢谢两位特别来宾 梁朝伟 刘嘉玲 哎 有没有奖品啊 啊 奖品啊 没有 哈哈哈哈 有有有奖品有奖品 哈哈哈哈 谢谢他们两位 exhale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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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